《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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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挺幸運的 喜歡演戲 而且能夠從事這個職業 有幾個角色 能夠讓觀眾能夠記住 我覺得這是作為一個演員 來說最大的一個榮耀吧 我覺得我這生應該是做演員的 做表演的 其實能夠進到北京人藝 能夠見識這麼多的大師級的人物 能夠跟他們一起工作 跟他們一起演戲 我覺得人生最大的幸福 莫過於此了 當我們一進入北京人藝的時候 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就跟我們說 你要想掙大錢 這個地方是掙不著錢的 你們要想好了 你們可以隨時離開 你們要耐得住寂寞 你們要忍受清貧 你們要擁抱舞台 那麼現在回想起來 我們都做到 是你以前強了的 我得感謝這個演員 別再叫唐鐵嘴 現在叫唐天師 不是 你在海上不過一嗎 沒有 你出過海嗎 沒有 你參加海軍多久了 五個月 不 其實在大部分時間 我都作為配角來演出 那麼有忠心一定就會有律業 那麼給你任何一個角色 哪怕是一句猜測 你都應該不能辜負他 您要是真不要命 那就是你就掙 每一個角色對我來說 其實都有感動 你今天不把你當災了 你就是瘋狂殺的 哈哈做 棉蘭方 貝爾也 白陸元 陸子林 戰狼二 哇 戰狼二 沒場戲我真的記得很清楚 我是一點一點開始學的 吳健要求非常嚴 他對端槍非常的專業 我以前沒舉過槍 那麼現在拿起來就得是這樣 我那時候這個胳膊比這個胳膊要粗 單手換 換單家 讓當過兵的人 一定要知道這個人是專業的 你說苦啊 累啊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人應該做的 這沒有任何可說的 給咱北陸元辦了幼四以來 第一所學校 就是我 王滿堂 張次長另請高明吧 這個混蛋 我對你的信任 你給我揮配的是什麼 保護太子安危方位 陳子之道 作為一個演員來說 其實可以體驗無數次的生命 這對演員來說 是一個極大的魅力 人生苦短 從長度來說呢 每個人都差不了多少 那麼作為一個演員 他的寬度 可能就比其他的職業 可能更寬一些 只有堅持下來的人 才能做到最後 人總力滑上門 日子越過越好的 前段時間我也推了幾個戲 我想靜靜神 怎麼靜神呢 是不是只有一種表現手段 來詮釋這個人物 所以我在家裡邊看了很多很多 優秀的戲啊 參加一些戲劇節啊 看一看國外的話劇的表演 人們對舞台 人們對藝術 人們對戲劇的解釋 是什麼樣 我也在學習 我也在重新地來 再沉澱一下 反正我希望 以後有新的角色 新的故事 能夠讓觀眾眼前一亮 有一句老話叫 義無止盡 其實路很長 你就靜下心來 一步一個腳印的 走自己的路 能夠把人物塑造好 能夠讓觀眾記住 這是你要做的 不忘初心繼續前線